国际消息带您一起来关心 东南亚国协在月底 是将举行了领袖峰会 但是现任主席国文莱宣布 不会邀请缅甸的军方代表参加 也引发了各界的关注 那由于缅甸军政府的领导人敏昂来 他是拒绝东协特使 还有前领导人翁山苏姬的会面 那也有消息人士指出说 敏昂来并没有旅行 在四月他们跟东协达成的五点和平计划 那也包含了像是立刻停止暴力 还有各方进行建设性谈话等等 那现在东协各国的外交部长 召开了紧急会议之后 是同一部邀请敏昂来来参加 十月的东协峰会 那缅甸军政府则认为 是美国跟欧盟代表东协的各国施压 也对于这件事情做一个强力的谴责